科长你有言论自由 因为这是市长说他有的 但是我们着重的是 上班时间用公务资源 柯文哲不敢触碰 不敢回答是说 这些公务员之间彼此认识不认识 那已经可以下定论 因为柯P他们经常被翻 有一件就给人家这个印象 而且柯P的出身是 网路上那种大批年轻人 他们使用网路 不等同于网均 那个很大的支持力量 都是从网路而来的 所以很多人要效法他 那时候2014年的选举的新的模式 所以已经可以做这个结论吗 我觉得现在 因为我们当天开会 有一个做个重要结论 两个星期内 就7月5号前 要请政风处人事处 跟资讯局交一份报告 给我们看说 我们要看市府各个机关单位 在上班时间 连这些外网论坛的流量 有没有哪些单位是有异常 哪些单位异常都多 流量一场 有些单位就很爱连上外网论坛 那我们就去看看说 这些单位你上去到底是做公务 还是非公务 那网均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市府一直在回避一个重点 就是这些人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络 是不是有网均头带着这些 如果没有联络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巧合的事 刚才我说 他们在同一篇贴文里面做互动 这真的巧合吗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 这件事情被网友翻出来 被四叉帽公布之后 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是 这几个账号 在差不多的时间回头去PTT 把他们贴过的文都删掉 都删掉 删了好多文章 把他们贴过文都删掉 如果说这些人之间彼此是不认识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似乎不约而同的一个行动 是回头过去把他们的贴文删除 这个背后有没有联系这件事情 一直是市府调查报告从来没有触碰的这个部分 可是却是很多民众关心的 因为柯文哲他回应这些事情第一波的时候 他说这是公务员的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大家不用管太多 所以我那天调查报告的时候 我才会说科长你有言论自由 因为这是市长说他有的 他有这个言论自由他要发表 但是我们着重的是上班时间用公务资源 你搞这些的时候 第二个柯文哲不敢触碰 不敢回答是说 这些公务员之间彼此认识不认识 彼此到底在网路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这样子 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你说有没有人去给他们 好像一个肉中头一样去揪着他们做什么 就是说一般来讲 是不是要抓到哪个公司 抓出这个罢工头 然后他们网均怎么运作 大家原先对网均印象是这样 可是他如果进入市府体系 或是在上班时间运作 可能就变成公费网均了 就不行 所以为什么我说官传局那个 我问了主秘说 他的这样的行径怪异 因为官传局那边大家讨论最热烈就是 怎么会去扯一个叫总经理的 还要有KPI的 这个人他的履历里面 一直都在官传局工作 何来总经理 我们官传局从没这个职位 那你怎么会突然去写一篇这个 而且这位官传局的 他有三个账号 PTT账号他有三个 那你上班时间 至于你业务何干 养这么多账号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对柯师傅很客气 我是跟他讲说网均怡云 这个网均怡云里面 你有太多该回答未回答的地方 那我也不愿意直接去给他贴个标准 你一定有 但是我要求他你要彻查 如果你不彻查的话 我们议会就会开专案报告来 把更多证据先给社会大众看 我把这个东西锅盖先了 社会大众你来看看是不是要查 我把这个东西看起来 感谢观看